艾德田小娟出演了5月30日播出的JTBC Artists Way 节目中问的江声云讲述从2020年开始 称为艾德的粉丝 在这次意外节目见面中表达了更多的喜悦 两人都是各自组合的队长 还作为制作人 和词曲作者负责为他们的团队制作音乐 所以两人的共同话题很多 节目中田小娟透露 实际上去年我们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我当时有这样的想法 我一直有一个极端的想法 如果一个成员离开了 团队就会被毁掉 但是感谢Winner 小娟表达了他们的存在 如何让他相信一切都会顺利进行 因为在人气成员泰拳离开后 江声云也很担心Winner的未来 他在困难时期努力创作歌曲 并完成了高水平的制作曲 Really Really 让Winner取得了创纪录的成功 节目播出后 粉丝们对小娟还能谈及岁震感到很感动 要是作为各自团队的领导者 他们都经历了很多 好人表示 我真的很喜欢 因为这个 无论Cube都会努力的 小母亲碎针 他对团体和Kpop的影响 将永远存在 大家对于谈论推队的成员 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留言 爱到韩社 没有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